欢迎收看新闻时事报 我是黄仁杰 你能想象手枪也能DIY自己做吗 美国政府最近通过了3D列印手枪合法化 在8月就要上路 只要上网下载枪支蓝图自行组装 可以说是人人都能拥有一把枪 枪击案议题在美国多次扶上台面 如今又爆出3D列印手枪合法 民众不禁想问当局的配套措施做好了吗 枪支泛滥的问题一直以来都是美国社会关注焦点 现在更传出3D列印枪支即将要在8月合法化 只要上网下载枪支蓝图就能做出一把塑胶手枪 而这张手枪蓝图是由美国志强专家维尔森所研发 根据CNN报道 维尔森早在2013年就推出世界第一把3D列印手枪 材质使用的相当简单 是用一般儿童积木用的塑胶原料 只有零星金属材质 以符合1988年设立的不可探测枪支法案 他将这把定名为解放者的塑胶手枪蓝图 上传网络开放民众下载 由于这款塑胶手枪与一般枪支不同 没有序号根本无从追查枪支来源 因此枪支蓝图上传之后 很快便获得鬼影手枪的称号 不过上传一周之后 维尔森就收到美国国务院警告 要求他立刻撤销3D手枪列印蓝图 否则将因为触犯武器出口的联邦管控 面临起诉 维尔森透过律师表示 国务院这么做 严重违反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 所保障的言论自由 也违背人民拥有枪支的权利 2015年 维尔森正式对美国政府提告 关联残送了三年之后 今年6月达成和解 报道指出 美国政府不但同意赔偿维尔森4万美元法律开销 以及相关费用 从今年8月1号开始 拥有或散布枪支3D列印图 在美国也都将合法化 美国政府这项决议引发部分人士反弹 反对人士痛批 美国枪支泛滥的问题已经相当严重 如今3D列印枪支蓝图合法 换句话说 谁都能上网下载纸枪图 很有可能判断力不足的青少年 会因此自行阻枪 再度上演校园枪击案 甚至被不法分子用来作为武器 后果不堪设想 新闻时事报记者段友如整理报道 明镜新闻台 明镜新闻 掌握世界 及时收看新闻大事 请立即订阅明镜 明镜新闻台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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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